好 歡迎回到小小童樂會 你看莉哲姐姐 今天手上拿著這個是誰 對 小白兔對不對 還有莉哲姐姐後面有好多氣球 今天我們節目現場好開心 感覺好像要辦派對一樣 沒錯 因為我們最常在 這個派對上面看到的東西 就是氣球 有時候會做成一個氣球拱門 對不對 然後可以從那氣球拱門下面走過去 而且氣球有各種形狀 你看這邊是長條形狀氣球所做成的 但是這裡還有各種形狀 有愛心的 吐吐的 還有圓圓的 這麼多不同形狀的氣球 這些氣球是誰帶來的呢 莉哲姐姐就要來介紹 今天的特別來賓囉 我們先來介紹這位氣球達人 小朋友等一下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他 他是我們氣球博物館的主人 游碗魚小姐 我們要跟游姐姐說什麼 游姐姐好 這位小朋友好 好 還有一個我們每次都會見到一個 小朋友兒童發展專家 曲亭徐主任 小朋友好 曲亭主任 嗨 那立哲姐姐就要先問一下 其實玩氣球 對小朋友有什麼好處嗎 主任 好處其實還滿多的耶 氣球要怎麼把它吹氣啊 小朋友 有沒有人知道 打氣的 對 有打氣筒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呢... 還可以用吹的對不對 所以用吹的時候哪邊要出力氣啊 嘴巴 對 吹氣球的時候 嘴巴會不會痠痠的 會對不對 所以小朋友我們在吹氣球的時候 第一個很直接就會訓練到 小朋友他們的口腔肌肉 這個跟他們講話啊 進食等等都會有關係 剛才弟弟有說到 我們有打氣筒 等一下氣球達人都會接上 有一個現在就是可以來回 灌氣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其實在做 那樣子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整個上臂的動作 都在處理 所以整個 對 都在訓練他整隻手臂的力氣 那個其實也是很有訓練的效果 再來就是說 小朋友請問你們看到 有什麼顏色的氣球啊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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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 彩色的 OK 所以第一個很直接 就是小朋友可以讓他認識顏色 顏色 顏色這個很抽象的智能發展 其實用氣球就是一個 很好的教學工具 好 再來 什麼顏色的氣球最高 橘色 橘色最高耶 大家都一起回答耶 還有呢 什麼顏色氣球最大 紅色 哪一顆 紅色 紅色 對… 對 給其他對了 OK 所以包括一些像 長短 高矮 大小 這些比較抽象的東西 大概三歲 兩歲的孩子 就可以利用像氣球 這樣子實際的東西 真的去摸摸看他 什麼叫做高高 矮矮 長長短短 就直接來教導小朋友 這樣子的一個智能發展 而且還有認形狀對不對 真的 圓的 長的 沒錯 而且重點是 每一個小孩子都喜歡氣球 所以我們教學如果能用小孩子 非常有興趣的動機 第一個小孩子的主動性 他的動機就自然而然出來了 這樣的學習絕對是很有效果 再來 有時候氣球其實除了做造型氣球之外 我們還會做一個簡單的 譬如說像是裝飾 譬如說可以剪一些紙貼上去 或是說直接在汽車上面畫畫 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就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 第一個 就是他們的小肌肉的一個協調 還有工具使用 再來後面就是我們的想像力 創造力都會經過這樣子的活動 激發出來 然後最後面還有一個 像是很直接 我們通常也很喜歡跟小朋友玩 像丟進氣球 爸爸 媽媽在家裡 其實像這種圓形的氣球 是不是很像一顆球對不對 那圓形的球可以拿來怎麼玩 可不可以 可以拍的 對 所以這樣子的遊戲就很直接 可以訓練到小朋友 像是一些手眼協調 兩側協調 一些動作的部分 真的很安全 對 還有甚至 等一下徐老師會叫小朋友 玩一個遊戲 來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 記憶力 專注力 所以氣球其實是一個 還滿不錯的一個遊戲的教材 對 真的耶 是教材 也是遊戲 那我們就要問到氣球達人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 尤姊姊其實有一個氣球博物館 這些都是尤姊姊帶來的 來尤姊姊來介紹一下 妳的氣球博物館好了 氣球博物館 一開始是一間氣球工廠 目前我們的工廠 已經有52年的歷史了 我們是在四年前 開始開放工廠參觀 最主要就是讓小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工廠裡面去看 氣球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 當然也包含氣球可以怎麼玩 可以怎麼製作 怎麼體驗 我們要請我們的氣球達人 尤姊姊要告訴我們 氣球是什麼做的呢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氣球 都是天然的橡膠做的 所以是橡膠 對 妳應該這樣子 小朋友玩會安全嗎 會不會安全啊 橡膠是天然的 所以它沒有吐 所以即使是用嘴巴碰到氣球 去吹 對 吹它也什麼 那我們也請我們 這個尤姊姊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些不同形狀的氣球 有什麼不同的功用呢 OK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就是 都是形狀上面的不一樣 我們常見都是像這樣圓形的 或者是愛心的 在婚禮上面常常看到 對… 我想考考大家 這個是什麼形狀的氣球 做出來的 小朋友知不知道 這是什麼形狀的氣球 做出來的 這是魚對不對 原本是什麼形狀的 有沒有人知道 兔子 兔子形狀的 原型 原型嗎 我們請尤姊姊告訴我們 它是愛心做出來的 愛心喔 怎麼做的 就是愛心的形狀 這一段不要打氣 所以就會變成一隻小魚 所以其實要懂得做氣球 其實要很有創意喔 對啊 因為說實在 它是可以千變萬化的 可是你要靠你的腦袋去想想 像這個蘋果我一直很好奇 這個蘋果啊 蘋果是什麼做的 蘋果的原本的形狀是 就像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長條 像辣椒 那我們把它打氣之後 像一個很好的大小 這是同一顆球嗎 對… 同一顆球有兩截顏色 對 故意的這樣子 蘋果上面那個梗 就會有故意同顏色 那我們把這個打結的地方 把它推進去 然後轉 轉一轉 再把它塞回去 揉一下 就變成一顆皮 好厲害喔 像這樣子小朋友可以自己做嗎 其實大概這樣子的動作 感覺好像很簡單 對…可是做出來 大概至少應該也要 大概中班左右 因為第一個 這是一個有步驟性的 剛剛佑姊姊說 她要先把它吹氣 然後有一個方向性步驟 其實大概至少有六七個步驟 對 所以這樣子一個連續性的指令 大概至少我覺得 中班以上的孩子會比較適合 再加上氣球 其實這是一個就是 手指頭的協調 跟一個控制的能力還不錯 所以至少要到中班 有一些比較好的 小肌肉發展了 會比較適合做 像剛才佑姊姊教的一個 這樣子簡單的 蘋果這個小造型氣球 因為我感覺起來 好像蘋果可能是 除了單純吹氣球之外 最簡單的一個做法 對啊 那我另外想問一下 佑姊姊像這種彩色氣球 會不會很難製作啊 它怎麼製作 它的製作方法比較特殊 它第一個步驟是 先要做出白色的氣球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 去沾那個彩色的原料 第三個步驟 再用透明的橡膠 再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它表面的顏色 才不會製作 所以才會每一個都不一樣 對 所以它每一個顏色 都是獨一無二的 好 那接下來 游姐姐就要教我們 什麼是玩具氣球 氣球也可以當玩具玩喔